哈囉 大家好 我現在又在BC啦 然後我今天想要做一個特輯是 關於泰國的醬汁 因為泰國他們吃的醬他們還蠻講究的 然後市面上有這麼多種醬 一般的人到底要怎麼選 說真的我一開始來這邊我也是吳莎莎 但是 我們經過了專業的解說 就是泰國當地的解說 所以我現在可以跟大家介紹 這次泰國料理的時候你要怎麼去選這些醬 它的醬油其實就有分三四種以上 像這個就是專門是沾荷包蛋的 這個味道我覺得還蠻好的 給大家看一下 鮮液的鏡頭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他們是專門沾壽司的 大家可以從那個圖片上面去選 還蠻簡單的 那一般的話 他們的醬油就有分像這種 這種可能就是 帶色的 裡面有一點稠稠 就有點像大陸的老抽 這一區呢就是 他們的那個沾醬系列 那像這瓶綠色的醬 它就是專門沾海鮮 這個就是沾海南雞飯的醬 它吃起來會有一點辣辣的 你看這邊有辣還有蒜頭 然後還有一點香菜放在裡面 它顏色是大概是這樣子 有一點是紅紅的 然後帶一點咖啡色的 這瓶裡面它就是梅子 梅子醬它專門就是來沾這些炸物的 就是泰國這邊有賣很多炸物 他們基本上的炸物的醬汁就是 這個梅子醬 這個是專門炸雞的 炸雞的醬 它吃起來有點像那種甜辣醬 但是它吃起來其實有點像我們 在台灣在海產店吃的那種就是海鮮沾醬 有一點像 但是它比較甜 這個也是一樣是沾炸雞的 然後它這個這種醬賣的其實還蠻不錯 因為它有好多品牌都在做這個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選擇自己喜歡吃品牌 然後這個牌子有大概50年的歷史了 所以大家在買醬的時候可以看這個 這個媽媽頭的標誌 這兩瓶呢它就是沾蘇雞 就是火鍋 他們這邊泰國火鍋的蘸醬 這個顏色比較稠的 是口味比較甜 那這個會比較辣 對 所以大家吃蘇雞的時候 一般都可以看到這兩種蘸醬 在泰國他們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料理 叫Sukiheng 那Sukiheng它就是 基本上可以放到這個火鍋裡面的 嗯...料 他們就是拿來 另外拿出來炒 然後就用這個蘸醬下去炒 然後大家到了泰國的時候 也可以試試看這個Sukiheng 我剛到泰國的時候我吃的還蠻多 因為 口味跟我們還蠻像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還蠻特別的醬 它是豆腐乳 紅糟豆腐乳的醬 泰國叫Andofu 它的Andofu 它基本上可以拿來做像這種湯麵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湯會是紅紅的 然後它的麵它其實原本是透明的 然後沾到這個醬汁就會變成有點粉紅色的 對 大家可以試試看 到泰國這邊吃看 Andofu 這道料理 所以通常你如果要吃 那個Andofu料理的話 大家可以到店裡去買 龜條Andofu 其實也可以當一般的沾醬 就像我們豆腐一樣 好 這就是我今天的影片 然後希望大家看完我的影片之後 可以對泰國的醬汁有更多的了解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介紹更多 跟泰國 呃 有關泰國的文化 大家在底下留言 然後 不要忘記訂閱我頻道按讚 然後 下次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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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